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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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到農曆新年長假期 又是市民出外旅游的旺季 滿心歡喜地整理好行李去旅行 但是到活之後才發現行李宗盛失了的話 肯定就會破壞了原先打算四處玩的心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式的智能GIP就以擁有全球定位功能來做賣點 或者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GIP裏面是有一個物聯網的技術涵蓋在裏面 我們這個全球定位是透過GPRS加Wi-Fi Geolocation 來實現這個全球定位的覆蓋 當我們的行李箱和用家的手機失去了藍牙的連接之後 我們這個全球定位的功能就馬上可以啟動 產品需要配合手機的應用程式來使用 參考地圖上面每隔10分鐘的定位記錄 用家就可以判斷行李箱是否記錯了地方 或者被其他旅客拿錯了 找回的機會就更加大 在定位裏面我們現在用2.5G 我們全球的覆蓋率都達至有145個城市和地區 已經包括了 我們也計劃在明年再進一步優化 可能會用3G模組 希望可以將現在2.5G 可能已經關閉或者已經沒有網絡存在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在覆蓋上涵蓋 要做到全球定位 固然就需要用到電 但要設計一個可以記到倉的GIP 所用到的電池就有一定的限制 我們的主電池是一個鋁電池 我們就應該安放在拉桿的後腹 按一下按鈕 電池就會自動彈起出來 當拿了電池之後 用家就可以將行李去記倉 我們就用力氫電池作為我們這個副電池的設計 以致我們可以以一個非鋁電池的種類 去實現全球定位在托運的過程中 產品的其他功能都需要用到主電池來供電 包括了智能磅重 當拿起行李箱的時候 手機程式就會顯示準確的重量 是不是超重就一目了然 另外還有防盜功能 如果是斷開藍牙的連接的時候 我們的行李箱就會發出一些嗶嗶的聲響 而是用家的app 都會彈槍彈出一些訊息 提供行李箱跟你斷開藍牙的連接 加入了智能硬件去到行李箱之後 重量只會增加大約350克 對旅客數字利品回家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就要留意 目前這個產品只是提供20吋和24吋的型號 公司說會視乎市場的需要 設計更加大尺寸的行李箱 不少人去日本旅行都有踏過新幹線 這種高速鐵路系統 是日本在1964年東京奧運前開通 當時令全球對日本的國力零眼相看 在56年之後 東京再次奪得奧運的主辦權 日本政府再度運用一系列的新科技 迎接這行城市 這次又能否令遊客眼前一亮呢 面對即將有大量遊客到訪 當局正在試行一些新措施去疏到人流 包括開創水路船運 巴士亦都推出自動駕駛系統 當地民眾不是經常說英文 遇到遊客問路 可能就變成雞同鴨港 因應這個情況 政府就在車站內設立人工智能的詢問機 不過就不是每一個人都欣賞這項設施 有酒店就以暫身的方式去迎接遊客 接待員不是真人 而是一些動漫人物 卡通忍者 甚至是恐龍等等 雖然非常有創意 但客人對這項服務似乎不太受落 我們希望有聯絡 跟別人聊天 因為我們是有點冷 距離奧運開幕還有幾個月 除了各項新科技之外 當地的商店亦都積極籌備 令到旅客在參與運動城市之餘 亦都可以體驗傳統的日本文化